经过我们考古发掘 认定这是一个 回忽时期的一个地面的 一个小的一个佛堂 但是这里头非常非常 可观的是发现了大量精美的 壁画 其中包含这个 非常漂亮的 身上贴有 全身贴有金箔的 一些菩萨像 最大的难点就是地表厚厚的淤积层 由于它这个土岩山地质构造地表 那个土质比较疏松 它一下于流水冲刷以后 从这个冲沟下来以后 全淤积到这一片区域了 这个交叉位置 这个淤积最底层的淤积层里面 发现了那个大波罗密新金 那个523卷 这件佛经应该是在翻译不久之后 就传到了吐鲁藩地区 我们从这件文书的它这个书法的角度 抄写还是非常精美的 非常这个工整的 可以看出当时呢 这种图鲁藩地区和中原内地 这种佛教的交流啊 是非常这个频繁 此后呢 这个回护人在信仰佛教的时候呢 就是咱们这个维吾尔族的先民了 他们在信仰佛教之后呢 也是从这个大量的汉文佛经里面呢 进行了这种翻译 把许多这种汉文的佛经呢 也翻译成为了回护文 对他们当时候来这个 回护人这种佛教的信仰呢 也有很大中断的影响 感谢观看